吉普車一個油門 駕駛如同開戰車 林口水牛坑 日系吉普車攻頂成功 藍色吉普車上山下海一關關過 2020年底才剛入手 不過車主早在前年 2019年初就已經手刀下定 19年就已經停止決斷了 因為那時候好像車說 等三年以上四年了 車主說下定将近兩年後 要不是也無通知 早忘了訂車這麼一回事 我們那個也是一個月一個 我朋友先訂 然後拉了四五個人 再一起去那邊訂 日系吉普車外型迷你 售價不到百萬超級搶手 下定付訂金 領不領的倒車另一回事 這輛日系吉普車 在前年二月的時候 就已經傳出停止接單 接著在同年有人下訂 到現在都還沒有拿到車 現在官網更是傳出 直接下架這輛款式 並且已經停止導入 好像又一台在花蓮撞掉了 就是撞一台少一台 越來越稀少 停車就真的很方便 前輪在最前緣 後面還多 可以添兩台摩托車 吉普車量少價高 有車主開了近兩年 二手車商現今開價 比起新車高出了五六萬詢問度頗高 螢幕改制標配前 賣車業務 飢餓行銷 物以稀為貴嘛 現在都搞飢餓行銷 有跟我講說 加三萬銀銀板 車會比較快到 均綠色吉普車略顯霸氣 車主朱先生花三十多萬改裝 夸口車子停好定點 秒變露營秘密基地 它的底盤就跟鐵牛一樣 很堅固耐用 七八十萬車款 改裝後的配備 身價飆到至少百萬元 花了三十萬小改裝 主要是改裝什麼 底盤強化舉身 輪胎輪圈 最主要我還有改碟式煞車 日式吉普車接單喊咖 消息一出 也讓捧著白花花鈔票 早已下單 或者想買車民眾驚呼 竟然有車商 寧可停止接單 錢還可能全部退給你 東線新聞告知鴻 陳志暉 台中採訪報導